这里将这个东西展开 请求出各项系数的总和 关于求各项系数的总和 莫莉老师之前有跟你提过 我们带X等于1进去 就可以得到系数总和 我再跟你举例好了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题目 倘若一个常态分班的班级 一个班级如果说是35个人的话 我觉得他真正了解他的含义的 大概就两到三个人吧 那么大部分的小孩子 也有可能是说 因为他做过所以他知道要带1进去 但是你不知道他的所以然 我现在举一个比较简单的式子 因为这个式子就数目字很多 那么我们就是不愿意把它展开出来 所以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方式 好比说我现在跟你讲说 这个X加2再乘以X加3 它会等于X平方加上5X加6 那么在这个地方 它的系数总和就是1加5加6 这是系数的总和 化开来之后2次项系数 1次项系数常数项 那么这里呢 你有没有看到这是一个等于 等于 左边会等于右边 那这个地方 这个 如果说是带1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 原式就会变成1加5加6 左边 右边可以带1 左边也可以带1 你就直接带1加2 1加3 变成3乘以4 它也会等于12 这里也会等于12 所以我们可以带1 因为展开出来之后 带1之后呢 它就会是所有的系数总和 我再把它删除 带1进去之后呢 整个式子就会变成3加3-4 1加2-5 6-42 3-5是负2 答案等于负4 好 这样子你有没有觉得做起来就很快速 那么如果说你要展开 你是不是就要写很长 它有x的5次项 有x的4次项 有x的3次项 2次项 1次项 还有一个常数 你必须要展开来之后 然后再把这些全部加起来 这样子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那么你就可以利用 带x等于1的这样子的性质 去做这样子的题目 这个我们之前有做过类似的题目 带入 有跟你们说过把带入学好 可以帮助你解决很多的问题 另外呢我之前有跟你们讲过 如果说这个如果说是x加a 再乘以x加b 会是 一次项的部分 中间项会是两数相加 长数项会是两数相乘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在化简的时候 会变成a平方 加上2a 这个2a呢是5加-3 常数项是-15 那么a平方加2a会是-5 -5再加上-15 会是-20 第一个小题的答案就会是-20 我们接下来做第二小题 他说是乘1 根据1的线索来去做这一个 好 第二小题是a-2 a加5 我们要跟这个扯上关系 那么我们就把它乘以一个a-3 就跟上面有关系了 好 这里乘完之后呢 会是 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已经是-20了 这就-20 那么上面的这个项目 会是a平方-5a加-6 a平方-5a是什么 他跟我们说要写1次4 那么这个地方还是2次4 我们知道说a平方加2a加5会等于0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 不是 我们刚刚所学的是这样 没错 好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a平方 会等于这个把它搬过来 -2a-5 那么题目这里是-5a 这里有一个-5a-5a 所以左右两边都-5a 是不是就跟这个地方是一样了 好 整个四值呢 就会变成-20 我们上面呢 就是-2a-5a-5a 除了这个之后 除了这个之后之外还有一个加6 6不要忘了 6不要忘了 所以-20-7a加1 A的一次4 好 这里算出来了 我觉得这一题就有一点难度 你再看一下 如果说你第一次听听不懂的话